你看 前面有兩位警察看過來 這裡竟然也會被打算 成交啊 你看 被他走了 哈囉 各位 我現在在秋月園站 現在是已經晚上十點鐘 現在在秋月園站的十點鐘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呢 完全很少人比平常 就是少了大概有八十八千的人了 不曉得那些人已經去了哪裡 那剛剛我去新宿的時候是非常多人 這裡的話是 完全真的是少了很多災難 走吧 帶你們看日本人真正的一個生活 不是只有歌舞集定而已喔 那還會關注我的頻道的朋友們呢 就請在底下按個訂閱 先打開小鈴鐺喔 你有看過這樣空蕩蕩的秋月園嗎 有嗎 底下留言告訴我 還記得我的頭期影片有拍過的 這一個秋月園最推薦來的 日本最大集最大件的這一個情緒店 那好像是開到很夜喔 那我還是第一次在晚上來 開東京的夜神龍 所以讓你們看看一下這個秋月園的狀況吧 還要十二點這裡 還要十二點這裡 我最喜歡的藥妝店 在這邊 我最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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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是在秋月園 最出名 有那個女朋友來這一邊 站著拍傳單的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了 看到嗎 那一邊 就是有那個女朋友現在在服務著 客人 他們在那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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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些女朋友呢 他們平常都會站在這幾個位置 前來的時候我還問他們 能不能跟我一起拍照合照 前面有一個女朋友了 他們很群啦 我記得現在已經晚上十點半了 我還在這裡照顧 所以我每次來的這個藥妝店 竟然給我關店 這個藥妝店 平常都會開到晚上十點十二點 我前面又有一位了 其實在這裡不可以隨便用相機 或手機拍攝他們 所以當我的錄影師呢 在錄著我的時候呢 他們都會馬上把臉遮掉 而且他跟他走了 春嬌啊 你看 跟他走了 哈哈哈哈 不要走 前面沖到這樣子 會不會是騎到一個女朋友 不是啊 剛才我們走那邊有什麼人 這邊會比較多人 多人都說日本的夜生活是非常豐富的 而這裡則是南式的天堂 但等你爭去了 就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到了黑夜呢 日本各種娛樂場所呢 到處都是燈紅酒綠 甚至還有出來宣傳的都有 就好像這樣 有些人啊 這顆茶要2500是不是 好貴喔 甚至有些人啊 女朋友呢 她們直接也轉向別的地方 不看我鏡頭這裡 走到來關鍵了 什麼鬼 對 沒有沒有 那我要來這個唐雞坑 真的是 關鍵的是隔壁家 真的 關鍵的是隔壁家 秋葉有唐雞坑的 哈嘍各位 現在已經接近12點了 找到這一家 它叫 烏醬家 很多人 排隊耶 好像很好吃這樣 很多年輕人來排隊 對 在日本生活壓力挺大的 所以日本人呢 也想找個地方 逃避一下生活的重擔 所以這一站呢 帶你們一起來到了 杏樹這裡 那大多數人們心目中的 日本的夜生活呢 除了葛舞雞丁 也只有葛舞雞 但有些不為人知的隱蔽地區呢 就像這裡 你們看我第一次看到這些隔壁 他們拍拍這樣子 我還以為是假的 他們站在那邊 很久 你看 完全不動 很可愛 他們在等電車嗎 新宿特別的大 這裡是其中一個地鐵站 這是什麼來的 很特別耶 很難 現在人有點在新宿 這條街拼到很多人的 拼到我都會走這條街 然後呢 就直直走 這裡不能給任何的 車輛進來的 雖然這邊有關著 雖然是寫著 步行者用道路而已 哇 真的很大分別啊 而且前面有警察 各位 看到嗎 前面 前面有兩位的警察 要去到新宿呢 必須要與一般的朋友們在一起 因為日本人特有一種文化作為 搭上文化 倘若你是一個人流盪在這兒的話 就很容易被搭上 注意看擺些衣服 拿著包包的男生 在問單獨女生願不願意一起後 不成就三人 另外兩個男生就站在原地那裡 到處尋找著獵物 和這裡歌舞基町呢 是全亞洲最大的紅燈區 有電影院 電玩 舞廳 酒吧 情人旅館 牛蘭店 居酒屋等等 你想要所有的娛樂場所 它這裡都有 而站在我前方這一位呢 難道就是帥氣的男公關之一嗎 後來我找到了更有趣 更新鮮更多日本美貌帥氣的年輕人 都聚集在這裡居酒屋喝酒 這裡就是澀谷的新地標 Miyashita Park 這裡就會看到日本人 原始最常見的居酒屋的文化 甚至還會看到很多彼此都不認識的貴求 在地上問日本女生 今晚有沒有興趣要一起喝酒 或者是到別的地方嗎 呃 當然不只這一些 也有的是好朋友距離在那裡聊天 這就是東京人最喜歡的夜生活 發展到旁邊的夜日 深夜的東京還是如此的繁華 可是有些地方還是很少人都會去關懷的 就是這片寧靜的街道 在東京街頭巷尾中就會看到了日本窮人的歷念人生 當你行走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時候 會時不時都會看到露宿街頭的流浪漢 但絕對看不到七桃的流浪漢 這就是其中露宿街頭帶著自己的全部家當的流浪漢 在馬路旁熟悉街頭的他們 這也是日本流浪漢高齡化的一個集中體現 那日本的夜生活你懂了多少呢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這裡啦 喜歡我這期影片的朋友們呢 不要忘記在這個底下替我按讚留言分享 並且還沒有關注我的頻道的朋友們呢 記得按這個底下右下角的訂閱打開小鈴鐺哦 讓我看起來 我看起來 還會叫你 把小鈴鐺 mas